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诚意的粉丝肯定要骂节目组了 毕竟自家哥哥被泼了 可是结果呢 哥哥们只看到了 哇 哥哥的下颌线好完美 好好看 别家 不是 你家哥哥被泼了呢 你们不是该生气的吗 哥哥 嗯 是该生气的 可是 哥哥他刚说什么 泼到他身体里面去了呢 这是我能听的吗 哥哥好帅 好运 别家 快看你们家哥哥又平得摔了 走路还转玻璃门上了 哥哥 啊 哥哥好可爱 总是这么迷迷糊糊的 萌萌的 不愧是我们家哈基米 别家 你们不是应该先关心下你们哥哥吗 果果 嗯 确实 可是哥哥真的好可爱呢 双十一惊喜业 别家 这次节目组又是给诚意独立化妆间 又是芒果TV的节目封面 还是压轴出场 还穿三寸圣经超级作品静后风起 这次诚意家的粉丝不得大吹特吹啊 可是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怎么没点反应呢 只看到果果们在网上发 琪琪当天的红毯造型好帅 她对小朋友好有礼貌 她唱歌好好听 她又请我们喝奶茶了呢 她又冒雨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了 她打招呼像小猫一样 好可爱 甚至还说了诚意的粉丝应援有多厉害 就是一句都没提节目组给诚意了多大盘面 然后就去问 你家哥哥惊喜夜穿超级红毯压大咒 你们怎么没点反应呢 果果 琪琪压咒了 我们不知道呢 超级 那套黑色的 完了当天晚上一直在想琪琪会不会穿那个黑色纱裙 担心会不会里面加老年衫内搭 嗯 确实没加 就是领子缝上了 好可惜 这个是超级 怪不得我们琪琪穿的那么好看 不过也是因为我们琪琪帅 完了 完了 我们只顾住看琪琪 忘了吹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现在吹还来得及吗 别家 和祝你们家正主忙活了一晚上 这么大排面 你们啥都不知道 你们真的有种只顾自己欣赏美色 不顾正主死活的感觉 诚意知道了都肯定会说一句 我谢谢你们 你们开心就好 果果们真的和琪琪一样的呆呆萌萌 可可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